嗨,大家好,我是Wells 欢迎回到极客逻辑 20世纪70年代 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主要国家来说 都是不平凡的十年 这十年留给我们的除了石油危机带来的经济大萧条 席卷全球的disco狂热外 个人电脑的诞生直接改变了我们今天的生活 在1977年 Commodore PET,Apple II以及TRS80的上市 正是拉开了个人电脑时代的序幕 这次我搞到了一台废弃了1977年发布的TRS80 Model 1 看看是否能让这台46年前的老古董重新换发升级 时间倒回到遥远的1919年 经历过第二次工业革命后 美国经济一片欣欣向荣 Dave Tandy和他的朋友Hinkley 决定在德州创办Hinkley Tandy皮具公司 销售鞋底和其他皮革制品 这位年轻人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的公司在今后会和计算机车上关系 二战结束后 Dave的儿子Charles Tandy退伍后 开始接手公司的管理 在1961年 公司更名为Tandy Corporation 为了扩张版图 1963年收购了经营不佳的Radio Shack 业务拓展到电子零售领域 在Charles的管理下 Tandy Radio Shack快速扩张 到70年代 在全美拥有了3500多家门店 成为了电子零售的代名词 1975年Radio Shack的采购Done French 买了一台Altair计算机来做库存管理 他非常喜欢 并极力向副总裁John Roach推荐说 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产品 Roach便聘请了24岁的Steve Leninger 来开发自己的电脑产品 1976年12月 French和Leninger向Charles Tandy展示了他们的样机 他们让老板测试薪资计算程序时 老板输入的金额超过了16位的限制 造成了程序崩溃 好在Charles还是同意了这个项目 最初Tandy并不看好TRS80的销售 只同意生产了3500台 但没想到市场反映初期的热烈 依靠高性价比和Radio Shack庞大的销售网络 上市一个半月就卖出了1万台 成为了明星产品 到1980年 TRS80的销量已经是Apple II的三倍多 成为了个人电脑1977三雄中销量最好的一款 我的这台TRS80 Model 1 是从海鲜市场收来的货厂货 外观脏污 但好在外壳还比较完整 按键回弹也不错 除了小键盘缺了一个按键外 看上去没有别的缺损 主机的背面是一个IO扩展接口 另一侧则是并排的电源输入 视频输出和磁带机接口 从机器底部的名牌 可以看出这台设备是定型后期 在日本生产的型号 先打开外壳看看内部的情况吧 可以看到键盘和主板的两块电路板是通过软排线连接在一起的 有趣的是 主板在安装的时候是倒扣在外壳底部的 TRS80的主板大多是分离元件 芯片排列整齐 比想象中干净不少 只覆盖着一层薄灰 先把它和键盘分离 做个简单的清洁吧 清理时发现主板上用作稳压的两个巨大的折向电容都有漏液的痕迹 一会儿把它们先更换掉 清理干净后 先看一下TRS80的主板布局 右下角是整台电脑的核心 C80处理器 这台机器是Level 2增强板 在主板中部 有2364和2332两颗ROM芯片 提供了12KB的空间 里面安装了Level 2 Basic解释器 ROM芯片的左侧是一个自行ROM芯片 提供128个字符的自行信息 这个版本不支持小写字符 主板的右上部则有排列整齐的8颗4116芯片 提供了16KB的内存 这比最早期仅有4KB内存的基础版本大了不少 显存则是由两颗2114芯片提供 一共1KB TRS80的IO显示部分的电路 都是通过74分离元件来实现的 集成度不高 但也降低了维修难度 我通过哥们搞到了两个同样规格的轴向电容 可以明显地看出随着制造工艺的进步 电容的体积减小了很多 话不多说 先换上吧 电容换好了 但没有电源没有办法测试 TRS80的电源是特殊的定5插口 通过查找资料可以看到需要同时提供直流和交流输入才能驱动这台电脑 原装的电源是一个多抽头变压器 我们很难找到同样规格的型号 不过我找来了两个单独的变压器 可以把它们并联来代替 根据中学物理知识 可以很方便地画出电源的替代电路 交流可以直接输出 通过一个整流桥可以输出需要的直流电压 画个板子开干吧 我简单地组装了下 先测测输出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直流是7伏 交流是8伏 都没有问题 接下来设计一个电源外壳吧 我还给电源DIY了一个贴纸 贴上 感觉像是那么一回事了 开机测试 看来运气一般 蛮平乱嘛 研究下是什么问题吧 先用万用表量下主板上的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5伏正常 负5伏正常 12伏也正常 电压都没有问题 那就看一下Z80处理器是否正常工作 Z80正常工作的必要前提是有一个稳定的时钟信号 PIN6就是时钟信号 用试波器量一下 诶 这个波形很奇怪 再看看其他控制音叫 Memory Request一直是高电频 Hot Io Request也是 中段也是 A11地址线没有数据流 第四 数据总线也是一样 时钟信号虽然频率是正确的1.77MHz 但低电频明显不正常 峰峰值只有2.3V 为了排除干扰我们拆掉CPU 直接量时钟信号 看看是时钟电路还是CPU的问题 这个时钟信号明显就正常了 看来是CPU内部有短路 这个Z80是坏的 换一个Z80芯片再测试下 正常了 其他控制音角也都有正常的高低电频变化 接上显示器看看效果吧 这回有开机提示了 不过貌似还是不正常 自动跳了几行后就没有响应了 过一会儿又出现了乱码 系统看起来已经运行ROM中的程序 根据经验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出在RAM或ROM芯片上 RAM更容易损坏 可能性更高些 之前我修理Apple II时 用多次交叉测试来判断故障芯片 太繁琐了 为了快速判断C116内存芯片的好坏 我设计了一个内存测试器 用一个ATMICA单片机 反复读写数据来判断芯片的好坏 花了点功夫 我画好了板子 给单片机也写了代码 直接做一个圆形机来试试效果吧 给单片机刷入程序 注入灵魂 成功启动 这个测试器能够测试4116 4164 41256的内存芯片 电路图 元件BOM清单和元代码我都开圆了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GitHub下载 在等待电路板到货的时候 我已经提前把8颗4116芯片拆焊了下来 并焊上了IC座 现在开始测试吧 测试通过 测到第四颗芯片的时候 哈 原来就是你 拿一个好的4116芯片 换上去看看效果吧 成功了 进入了RadioShack Level 2 Basic解释器 写端代码测试下 硬件问题解决了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外壳的清洁和键盘的修复了 外壳比较简单 水洗清洁就好了 键盘的部分先把键帽拆下 轴板和键帽分开清洁 两个特有的白色回车按键都已经发黄 表白王再次上线 涂上双氧乳 自外灯照射下 几个小时后 收获两个基本白色的按键 小键盘数字2的键轴断了 先拆下看看怎么修补 这个键轴是少见的SKCC键轴 早就停产多年 即使拆机键也要靠缘分 看来只能拆开用胶水雕刻大法来修补一下 用废弃的购物卡剪成条状 以多层加薪的形式用强力胶粘在一起 切割打磨后 虽然不是很美观 但强度应该没问题 缺失的键帽还是用老办法 拿边上一样的键帽翻磨用水晶滴胶做一个出来 为了避免失败 我拿了三个和缺失的外观一样的键帽来翻磨 键帽底部粘上竹签 留作助胶和排气的通道 然后倒入调配好的硅胶 静置等待凝固 一天后 取出键帽 我就得到了三个模具 接下来就是调配低胶了 AB液以质量3比1的比例配比 轻轻搅拌混合 滴入黑色的色精 调配成黑色的滴胶 用注射器注入模具 接下来就留给时间了 两天后 键帽应该彻底固化了 我挑了一个翻的最好的 用白色屏息笔照猫画虎写了个二字 装上键轴试试 很灵活 成了 焊接组装起来吧 前后对比一下 漂亮 TRS80恢复了往日的风采 再开机试试 完美 还记得之前测试运行的那个程序吗 输出的字形最后一部分是各种方块 原来TRS80没有图形模式 只能显示64列16行的文本 而这64个字符把每一个字符分割成了三行两列的方块 这样通过排列组合就能在屏幕上显示128x48分辨率的图形了 我写了个简单的程序来测试下 怎么样 效果还不错吧 Radio Shark还为TRS80设计了许多丰富的外设 通过这些扩展设备 TRS80可以和外界交互数据 我手上暂时没有这些设备 不过通过一股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我搞来了这堆东西 这次 让我们先试着用最简单的磁带机运行下当年的游戏软件 看看40多年前的游戏是什么样的 在互联网上可以下载到以音频形式保存的游戏程序 声音频率的高低代表了数据0和1 把磁带机和现代电脑连接 先把这音频转录到磁带上 磁带机可以通过专用的数据线连接到TRS80背后的磁带机接口 放入磁带 输入System命令和程序名称 按下播放键 就能加载磁带中的二进制程序了 我们下期待很棒的游戏 我们下期待可以在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到二进制程序了 我们下期待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